另外日常在中部向第三山300空一公里处 发行一台抛车主动电灰条的事故 一台公司的超级抛车在第三山幽南 欧北方向行事因为精神不好 不小心主动电灰条 造成车头灰顺 但是车顶的角色并没有受伤 上司调书官一委员邮台调查理清 日常会报4点50分 在中部向第三山300空一公里楼堂 一名六十四月的南主自己塞一台 王室的主秀客车 研究第三山南欧北的方向行事 方向适行主隆楼边的电灰条 造成主秀客车的车头顺派 是合格在东方和苏林没有受伤的情绪 案件经过的惊风调查 南主是没有酒家的情绪 凶事者数万一 把下的单台调查理清 于3月31日下午16时50分 在嘉义县中浦乡台山县301公里路段一名 徐姓兰子独自驾驶一部红色制小客车 沿台山县南往北方向行驶 突然往生失控治状路旁电灰坑 造成车头损坏 所幸当下驾驶人未有受伤情势 案件警方调查 虚然未有饮酒情势 详细造势原因 难有待调查理清 中浦分局呼吁 嘉义台山县山区道路弯道众多用路人行驶 此因减速办行 避免造成生命危害及交通事故发生 中浦分局呼吁 嘉义台山山山区 道路弯道是非常借 用路人行事时应该要减速办行 比较随时注意 车情状况 屁股要做生生命危害及交通事故发生 谢谢大家 我们这里是中部乡猜 彩虹报道 欢迎访ahah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